- 大家好,欢迎来到泰格实验室Pokemon GO地图的设计与实现,我是主讲人,陈迪。 想必大家都知道或者玩过Pokemon GO这款游戏吧,我也是这个游戏的忠实爱好者,在这个项目时尚课里呢,我会带大家一步一步的设计,并且实现这么一个实时显示Pokemon GO地理位置的地图。 在这个地图上,它可以显示出每一个Pokemon出现的位置,以及它离消失还有多长时间,同时它还可以显示出补给站以及盗管的位置。 接下来,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课的主要内容。 首先在视听课中,我们会讲一下这个项目我们到底要做的是什么,并且我们会聊一下现在业界的后端招聘需求,还有招聘的一个趋势。 说一说,业界需要什么样的程序员。 同时,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项目是如何体现出后端的能力的。 最后呢,我会简单地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系统的总架构以及使用到的技术站。 在第一周的正式课中,我会跟大家聊聊如何从0到1不断地剖析Pokemon GO来了解它是怎样运作的。 并且设计我们这个project的蓝图。 其中我们会讲到一些很有趣的反向工程以及网络安全的一个内容。 在第二周的正式课中呢,我们会讲到如何设计一个分布式的系统设计。 还有一些常用的后端的知识,比如分布式的服务器,还有数据库,消息对立。 还有在数据储存的过程中,我们也会讲一下怎样设计关系型数据库的索引来优化数据库的速度。 最后呢,我们会利用Docker把这个后端的系统部署到亚马逊的云服务上面去。 在这个部分的课程结束之后呢,我们就可以采集到基本的Pokemon的信息了。 但光有信息也不行,我们得把这个数据呈现出来。 所以在我们第三周的过程中呢,我们会讲一下如何使用BeamMap来展现我们的数据。 同时,我们会一起来设计一个RES API,并且合理地配置它,来提高我们的安全性,还有可扩展性。 最后呢,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如何维护一个集群, 然后如何监控它。 在最后一周,我们会主要关注在系统优化上面。 我会讲一下如何进行压力测试,如何从压力测试中找到性能的瓶颈。 之后,我会示范一下如何用内存数据库Redis来进行优化。 我们也会讲一下一些常用的Redis的一个设计模式。 除了常用的优化之外,我也会提及一些爬虫类系统特有的优化方式,比如多账户管理。 最后呢,我们会跟大家聊聊集群里面的Capacity Planning, 怎样来运为一个高可用性的一个集群。 在最后,我们就一同完成了一个这样的完整的分布式系统, 从前端到后端到数据储存。 最后,欢迎大家来注册试听并且报名。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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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